摄地佛,诸佛处于五座恶事,所谓结着,烦恼着,众生着,见着,命着。 如是摄地佛,结着乱时,众生构重,千谈嫉妒,成就诸不善根故,诸佛以方便利,与异佛称,分别说三。 那么这讲到方便门了。 他还要考虑佛陀出世的环境。 如果佛陀出生在净土,他的方便门就不要那么多。 比方说,你会希望极乐世界,希望极乐世界变二称法, 所谓的大称,善根界,等无稽贤民,你能及根缺,二称总不胜。 你到极乐世界,你享受这么多的身心快乐,你还会追求涅槃极尽吗? 不可能嘛。 你享受过那么大的功德庄严,你还会追求涅槃极尽吗? 那是因为我们凡夫一天到晚在寿博世界受尽的折磨,才会追求涅槃极尽吗? 所以,诸位,法门的开河,越到众生的环境越恶劣,那一尊佛出世的时候,他不但是三称,他连仁天称都要开下去。 就是,众生的障碍痛苦越多,这一尊佛出世的时候,他的标准要不断地往下降。 不要说三称,你愿意修慈善事业,佛多也欢迎。 就这样子。